三个中产党, 今天又继续讲元朗 其实最主要讲的是 自从连续两个星期 元朗有很多相关的冲突和抗争 于是有很多人就说 元朗现在很危险 房价就会下跌 那些业主就会不想买元朗 甚至有个名言 都会有黑社会 但元朗是没有警察之类 我们这里有位元朗的住客 你如何看你身边的元朗街坊 或者自己如何看 这些抗争运动 是否影响元朗的社区生活 我自己的体会是否影响了这么快 至少你没有被人扔 我也没有被人扔 那些黑社会是没有枪决的呢 不是很清楚的 完全不觉的 我觉得大家的研判是很奇怪的 我包括我自己住元朗的亲戚 7月1日之后那天很紧张 是 很紧张说不要出街 很多这样的message 就是乱鬼那么传 然后说到这里有白色 对了 我说不用怕 但是很安全 因为你没有坐地铁 不是 是 但我也有落架行 另外一个就是 之后的星期六 又是说到很危险 不要出去 我又有出去元朗行 即是 我住元朗去买东西 但其实很不合理 结果跟我的预测是很吻合的 就是说 那里如果真的有那些白衣人 他那天肯定会不在 那里被你扔 他们只有那几百人 都躲在那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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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诡异的 所以如果放回大件事来看 他有南亚人 有所谓那些陀地 一直都有 我不觉得是因为 即是不会因为这件事自开下了 我不觉得是 但是客观说 那些人说 是什么 是砍价的那些元朗楼 那其实现在元朗楼价 你觉得是什么 我说一说 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有个亲戚的说法 等到大使分析了 那我有一位亲戚 就是说 很担心 他有人说一些东西 他就说 担心了 那些楼子会不会跌 那我说完之后 然后立刻转楼 说 那是不是应该是时候入市呢 立刻这样 是 香港人典型 港猪 是 那种状法是这样 就是 首先分析一件事 大家认为 那些白衣人 是无端端出来 砍佑的癫脑 还是他们收了钱 当然 收了钱 每天有人望上 让他们在街上砍佑 你真的要知道那件事 那件事 你真的要知道 会不会有人 真的日日花了 几百万个人去砍佑的那些人 而且那些人就是元朗人 那大家会不会这样做呢 我觉得整件事是 这些不是一个常态发生 如果有人付钱 你可能中环都有人便宜 更加麻烦的是 白衣明 自己在元朗也有生意 有楼子 每天出来 就是赌自己买 你多多钱都赔不回 你看一年搞一次 那都说 每个月搞就真是不得了 说城市就搞 说包山 第二就是关于楼子的问题 我说元朗楼 其实我不知是何时买元朗 元朗、屯门那些楼子升得很厉害 因为它会增加 升得比其他地方 因为它是很多大陆人走进来 譬如试试大陆买九龙站 现在近很多人买了元朗 屯门的楼子 所以他们的升幅 尤其是铺 那些升幅很多人 一直是大 我之前也说 是升过市区的 对 一直都是排人大市 现在就算抵消了 也未抵消排人大市的数 现在是有日价的 是的 如果是现在买的话 如果我作为香港人 我当然不会买元朗楼子 但问题是元朗楼子 你还是应该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华人店 你都买开元朗 这个时候应该是入市的机会 因为事实上是 起少了很多楼子 你看现在的动工 已经是很多年伸低了 当然你伸低 会不会做元朗第一成 你不太知道 但相对来说 可见将来 香港的楼价 香港的楼供供应该不大 所以如果你买元朗 你一定是乘低 但有些特别害怕的人 所以可能你减5% 市场又降5% 可能突然间有个傻子 缴了8% 你便会被吸引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有很多人 其实不知元朗局 我之前也有提到 但元朗局現在有特别焦点 你通常恐慌性抛售 一減便减了3萬 我心想$35,000對於一層樓算是甚麼價錢 就是叫價減 第二,我當現在的納米樓是$300,000-$400,000 $35,000跌10% 但年頭到現在已經升了10% 最多就是回到年頭的價位 基本上樓價這件事 你問我,即使解放軍入城都未必會跌倒 有個連登仔說 沒有人比我們連登仔更加希望一國一制 因為大家都沒有樓 而我必須揭露一個殘土的現實 即使解放軍入城,樓價也不會跌倒 除非殺了一兩百萬人 因為人們要住,住就要買 這件事其實是沒有辦法可以改變得到 但除此之外,除了我們說是元朗樓 經過這件事之後 很多人都對元朗有一個新的價值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盲方之地 一個很封閉的地區 甚至在沒有篩鐵之前,這個感覺是很強烈的 有了篩鐵就好了 因為你有了篩鐵之後 入元朗,感覺上方便了很多 但現在又出現了以前的想法 我不知道你以前對元朗的想法是怎樣 我小時候沒有人會想過要入元朗 元朗就是一個大草原 很多的元居民 是一些很落後的地區 屯門更好些 屯門新市鎮 元朗就是一些香膠之道 現在的盲方之地是一個很封閉的地方 我第一次進入元朗 為什麼呢?你當時進入元朗做什麼? 剛剛有車 於是乎我載阿姐夫去元朗 我阿姐夫就是死人尋救路 因為他沒有車很久了 後來他帶我走的路 就沒有任何公衆公路 沒有任何公衆公路的時候走的 當時我真的走了一條 沒有任何公衆公路走的衣服 那時候就走了一條 那時候你有什麼看? 沒有,結果買了奧婆便宜 因為我老婆都賣光了 我最初對元朗有印象的時候 就是我有朋友附近開的一間老人院 我跟我說原來元朗好像旺角一樣 有很多人 好像是來這條路 那時候我搬進去之前 十多年前 但一件事我覺得真的很慘 我對於一些 外斯大黑衣人 我覺得這件事很不對 你不可以把白衣人打人 你不可以把整個元朗的人 label 正如我覺得黑衣人 固然警察很多都是偉俊畢業 但你不可以把偉俊 label 那些偉俊很難受 偉俊不是警校 你對於其他人的宣傳方法 對於偉俊和元朗的人 是很不公平的 我又要這樣說 元朗的那種 label 是不是很嚴重的 因為問題是 很多黑衣人都是居住元朗的 他當然不會容許人們 label 他們自己 這種 label 我告訴你 通常什麼時候會出現? 就是中產 離地中產 我就覺得 我都不會很少入元朗 我朋友現在直接說 元朗這麼盲方 我以後都不會進去消費 這些是一些住在市區 從來都不會進去 你便會覺得那個地方是一個很封閉 很歧視 反而是一些很基層的人 因為很多人都是住元朗村水圍 那個 label 的問題 反而就不太嚴重 但那個 label 你的 label 很難受 你說什麼民主人權、自由 你說這些 你這樣 label 元朗人 label 魏俊仔 你叫魏俊仔 整件事不要這樣搞 我覺得 就是很不文明 很不文明 我覺得是很不文明的一件事 反而我覺得戰鬥 那些又沒事 但你說 label 魏俊仔 因為始終魏俊和警察是不一樣 但始終 其實我自己反而覺得 就是 721的事件 就是會發覺元朗階級的裂縫很大 為何那些白衣人 不會去西施站 伏擊那些黑衣人 因為那些黑衣人 跟他們覺得 不是同一個群組的人 那些黑衣人 就是住在新興的公安 或者是住在附近的市場樓 那些地方是什麼 那些地方就是我們心目中的市區 就是那些很先進 就是等於Kelvin現在住的地方 很漂亮 中產甚至是有錢人才會去住的地方 而圍村那些人就是 我們說就是固有的人 這兩班人雖然住在同一個區 但他們完全不覺得彼此是同一個地方 這方面是挺重要的 因為我看了這篇文章 有一個行家雷鼎明寫 有一點尷尬 他說是七二一那天 他說是否抵死 他說你們去衝上環 衝上環 於是那些警察就掉在那裏 於是你們去光復元朗的時候 就被人打了 你就要警察 但其實搞錯了 那天沒有人去光復元朗 那天真的有人回元朗 雷鼎明的說法就是你們去完中環 晚上還想回去光復元朗 就抵你被人打了 但其實那班真的是元朗人 雷鼎明現在住在香港還是住在大陸 他應該住在香港 因為我上次在大陸見到他 我真的懷疑他們住在香港就知道 我想不是 但這就是一個問題 他經常以為這班人是外來的人 你來搞我 那班圍村人就搞你 他不明白一樣 原來也不是雷鼎明 我們那種錯命 就是一個圍村很安寧的鄉郊 就有一班市區的人 不知好歹 就走進去搞你 那你當然要給人家 那為何在那裏住 回家 這個我覺得建制派是很… 很脫離實的一件事 你想想 David Webb年輕的時候 是 Matt Damon 你知不知這件事 這個是很離譜 他們是做很多很7人的事 對於網上 對於一個現實世界 完全是離地 離地 離地和貼地都有分別 我剛才說過 很多黃絲 還以為元朗是盲方之地 以後不會入元朗消費 建制派當然也很貼地 在元朗做區議會 那些就很貼地 但雷鼎明這些就是離地的建制派 還以為元朗是人員居民的地方 他們要保家衛港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裏